又到了快要发工资的日子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 穷的只有土可以吃 不过最可怕的并不是吃土 最可怕的是 有一天连土都贵到吃不起 今天娘子要给大家讲一部 23年前的巨制科幻电影 未来水事件 500年后两极冰川融化 大陆被海水淹没 世界变成一片汪洋大海 只有少数幸存下来的人类 在海上建立了岛礁 生存下来 男主尼古拉斯铁柱 是一名海上的浪人 每天驾驶着自己的小船 在大海上各种浪 可可了就用自己尿的尿 过滤一杯堪比来自 阿尔匹斯山山泉的淡水 来滋润自己那干涸已久的小心灵 喝一口 这三上无人能敌 一天铁柱刚从水下捞点值钱的东西 就被海上横行霸道的海盗团伙给盯上了 自己种的柠檬也被另外一个不要脸的浪人给摘走了 铁柱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铁柱扬起自己的小三 开足马力 就抢回了自己在海下捞的东西 还撞翻了浪人的船 顺利躲过了强盗的追击 原来铁柱从海上捞上来的是一袋纯净的泥土 在满是海水的世界 泥土就像纯净的淡水一样价值连城 接着铁柱就来到了一座人工小岛 卖了泥土 在女主有容的商店里 换了一些淡水和一棵番茄树 有容收养了一个小女孩 女孩的背上有一块刺青 传说中只有解开刺青的秘密 才能找到陆地 对于渴望陆地的人们来说 找到了小女孩 就等于找到了陆地的秘密 铁柱拿着坏来的补给正准备离开 忽然就被岛上的族人给围住了 族长大人带着自己的闺女 跟铁柱说 老铁 你风流替躺 气欲不凡 可否与小女人的杀 一下啊 留个肿啊 铁柱定演一个 这闺女长得 果断丑举 组长立刻就发了火 我闺女如此的媒怨绝伦 你竟然不为所动 不是记牢 就是我的 给我拿下 哈哈哈哈 一群手下抓住铁柱才发现 原来铁柱耳后长齐 脚下长谱 是一个净化成人鱼的变种人 二话不说 就准备把铁柱给灌猪龙 就在这时 海盗首领山炮得知了拥有陆地秘密刺青的小女孩 躺在这座小岛上 为了寻找小女孩的下落 山炮一行人炮轰了小岛 而友荣果断选择了救下铁柱 作为交换条件 铁柱也要带着友荣和女儿一起离开 铁柱带着友荣母女冲出了海盗的包围 并一举干翻了整艘船的小喽啰 把海盗首领山炮给炸成了独眼龙 从此和山炮结下了不解之仇 从此铁柱和友荣过上了没羞没丧的生活 怎么可能 两个人在床上 两个人在床上产生了激烈的摩擦 船上的淡水和食物根本就不够三个人支撑到下一个补给小岛 不过小女孩却完全不在意铁柱 在铁柱的船上上窜下跳 拿着铁柱珍藏的蜡笔乱涂乱画 还在铁柱身边逼逼刀逼逼刀 完全就是一个有恃无恐的凶孩子呀 铁柱怎么可能允许自己船上大主的地位被撼动呢 于是就把小女孩和友荣的头发剪了个金光 以示警告 但是在之后的相处中 铁柱也展现了自己柔情的一面 渐渐的接受了友荣母女 不仅给母女二人抓鱼吃 还像父亲一样的教小女孩游泳 而山炮这边 为了得到小女孩背上的刺青 早早就派手下埋伏在了下一个补给站 铁柱在逃过海盗的又一次伏击之后 终于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铁柱的追问下 友荣终于说出了小女孩背上的刺青 隐藏着陆地方向的秘密 谁能破解这个刺青图腾 谁就能找到仅有的土地 而友荣也一直相信 铁柱既然能带回来那么多的泥土 就一定知道陆地在呢 铁柱告诉友荣 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陆地了 如果非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找到的泥土 那就带他亲自去看看泥土是从哪里来的 于是友荣钻进了铁柱特制的潜水罩里 跟着铁柱一起来到了水下 在大海的深处 当铁柱照亮眼前的一切 友荣看到的是被海水淹没的城市废墟 曾经文明而又繁华的城市 破败的只剩下了一副躯壳 而铁柱就是在这海水之下的城市里 找到的泥土 当两个人回到水面上 悲伤和失望还没有退去 山炮早就在船上等着他们了 小女孩被山炮抓走 而铁柱和友荣跳下海躲过了追杀 铁柱和友荣被之前在小岛上 开飞艇逃生的老头救下 和其余小岛逃出来的人会合 而铁柱坚持要去救小女孩 于是一个人开着摩托艇 来到了山炮的铁公机号轮船 一言不合就放火炸掉了山炮的船 救出了小女孩 几个人又一次在老头的飞艇上会合 而这一次一直在研究小女孩 背上刺青的老头 也终于参悟到了小女孩背上的刺青 其实就是一个坐标 按照坐标的指引 一行人也终于找到了世界最后一块陆地 在那块陆地上 山青水秀野马奔腾 他们还发现了两具白骨 在白骨旁 是和小女孩背上一样的图腾 原来这两具尸体 就是小女孩的亲生父母 他们在临死之前 把陆地的坐标 刺在了小女孩的身上 就是希望有一天 有人可以找到这块陆地 忽视到最后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 找到陆地的幸福中时 铁柱却决定重新回到海上 进化成人鱼的它 已经不再适合在陆地生活 当铁柱的小船消失在海面上 我也仿佛看到了天空 飘来几个字 那就是单身狗 哦不对 单身仪 注定要单身一辈子呀 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 巨额投资却票房惨淡 口碑也是呈两极分化 但是电影却揭露了 一个恐怖的现实 当环境遭到人类的破坏 世界也终将夺走 曾经赋予人类的一切 本期话题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条 人鱼和你 幸存 你是选择鱼头人身呢 还是选择人头鱼身呢 我是分量的娘子 爱你们用摸摸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